今天我们开始讲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父母了 当你成长于一个自恋的家庭里 通常作为孩子的你有可能担任三种角色 第一 金童 也就是父母最引以为傲的那个孩子 第二 被忽视的孩子 第三 替罪羊 尤其是你如果是个说真话的孩子 你很有可能是家庭中的替罪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家庭 通常一般会有几个孩子 所以他们会分别承担这三种不同角色 但是到了70后 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了 那这个孩子就有可能同时经历了以上三种角色 只是在不同时期会有变化 那当你的父亲是NPD时 对你有哪些影响呢 首先就是第一 你会惧怕权威 在我们小的时候 第一个充当权威的角色 就是由父亲担当的 自然形人格战威的父亲 不会平等的对待自己的孩子 也不会尊重孩子 他认为孩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就像他的一只手一样 跟着他的想法行事 同时孩子也是他个人价值的延伸 因此他们从小就会对自己的孩子 有严格的成长规划 你需要完全的听从于他的指挥 他让你读什么书 你就要读什么书 不管你的年龄是否可以读懂 你读不懂就是你笨 你傻 你不努力 你不想学 完全不考虑你的个人感受和想法 他让你学什么 你就必须学什么 不管你是否愿意 比如面对四岁的孩子 他们要求你开始背三字经 你觉得三字经枯燥无聊 和他说自己想看带画的书 他们就会严厉的骂你 你喜欢的那些书有什么用 全是画 我让你背三字经 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搞得你不敢去看自己喜欢的书 因为如果被发现了 就会被严厉的斥责 所以长大以后 你会很怕权威 对权威说的话 也都言听计从 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是你不敢拒绝 比你强势的人的请求 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需求 小的时候 因为你父亲对你强势的管控 长期的煤气灯操控 导致你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 更是不敢拒绝父亲对你的要求 这个真的为以后你找伴侣 又找到了一个NPD 设下了陷阱 因为如果你拒绝了父亲 很有可能遭致严重的言语虐待 或者被打 也就是身体虐待 所以长大以后 你会对比你社会地位高的人 比你强势霸道的人 对不尊重你感受编辑的人 提出的要求 无法拒绝 且无法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哪怕你并不想去做对方 要求你做的事情 你就是不敢拒绝 而这个行为模式已经压抑在你的潜意识里 第三 你无法专注 没有办法自律 因为NPD的父亲总是盯着你 挑剔你 找你的毛病 所以当你小时候 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时候呢 他们还要数了你 你这儿没做好 那儿也没做好 导致你完全无法专注了 而是迟刻担心对方会怎么看你 也因为NPD父亲会认为 你是他的价值延伸 对你的学习成绩要求完美 不能给他或者整个家族丢面子 所以你很怕自己的父亲对你失望 当你考试成绩好的时候呢 他会在别人面前夸你 称赞你 说你多么令他骄傲 只为了让别人夸他多么教导有方 甚至希望别人嫉妒他 有个多么优秀的孩子而已 可是关起门来 他只会对你说 你不可以交告 你要每次争取都拿班里第一 这个要求真的太苛刻了 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规律 怎么可能每次考试 你总考第一 随着你的成长 你班级里的人数也会增多 学习的难度也加大 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 怎么可能没有失误的时候 可是他不管 好的一面呢 是造就了很多孩子变得很优秀 不好的一面呢 是追求卓越的背后呢 是因为恐惧和担心 担心万一考不好 回去会挨骂甚至挨揍 丢了父亲的脸 甚至家族的脸 自己的脸也无处安放 因此考试前 你一边想着 我必须要专注 努力学习 千万不能让父亲对我失望 一边又发现 自己就是无法专注 总是被其他事情分心 然后就拖着 一会看看手机啊 刷刷短视频啊 一会又开始焦虑啊 我马上要考试了呀 我怎么能还玩呢 开始不断自责 就是这样交替 往复的 面对未来的考试啊 考证书啊 选取职业等等 这种内心的冲突 导致严重的精神内耗 这就造成第四个问题 拖延症 因为无法自律 无法专注 就会拖延 明明知道自己有事情 是必须要做的 但是内心就是想躺平 什么都不干 要不然就是想玩游戏 要么就是找朋友出去玩 想想需要做的事 能拖就拖吧 事实却是很怕 面对自己失败 一想到自己可能会失败 就觉得极度自卑